大家好,又到說故事的時間了 今天是想和你分享一些說話 鼓勵式的說話,所以不是故事 開場白,2022年的6月8日星期三 我們就現在開始了 這些說話希望聽到你有些鼓勵 人體在世界上走來走去 走來就是來到出生 走去當然就是我們面臨死亡 煩惱是會有的 不管你是工作還是生活 都會遇到各式各樣 很煩人,又煩到你的煩事 但無論是什麼時候 不管你遇到多大的打擊 你遇到多少不堪的境遇 甚至是很難過的難關 都不要讓自己的心情輸了 都要保持一個很好的心情 去努力吃餐生好的 或者買自己喜歡的東西 去令自己開心一點 讓自己的心靈在游走去的開心氣氛裡 這樣就是對生命最好的珍惜 第二段 生活中的苦樂好像交響曲一樣 不斷循環循環又來 苦中也帶著有點甜 煩惱之中也會隱藏著快樂 正如夜晚和白天一樣 沒有日常 你這樣對比的話 你又如何領略到夜晚的黑暗呢? 當你的生活有100個理由在哭的時候 麻煩你拿出1000個理由讓自己笑 第三個 魚對水說 魚跟水說 你看不到我的眼淚 因為我在水裡 水就會感覺到你的眼淚 因為你在我的心裡 中然傷心 也不需要受眉心所 中然下淚 你也要把淚水化為生命的養份 灌溉出一份美麗的心情 簡單的一句 我們很努力 以自己最自然的方式 自願地去生活 不關其他人的事 也不關天事 只要自己的心裡 覺得開心 愉快 就好了 人生呢 就百年 衝衝一瞬間 就正如每天 好像太陽 抹落 在山後面 一樣 人生 在世 當然跟時間去競賽 因為這就是生命的旅行 你不需要去做到裝模作樣 去討別人的開心 而去委屈自己 也都不要一面討好別人 也都喪失了自己 你不需要迎合其他人 不需要做到自己這麼卑微 也都不需要滿足人 因為為什麼 這樣還會令自己不開心 以上講的事 全部不要做 不要去哄其他人開心 最重要就是自己要開心 對吧 更何況 一個活沙山的人 有一百個人的看法 我們只是需要做的 就是無論世界上的人的眼神 是多麼冷漠 或者這樣的怨毒 或者是多麼啼事也好 也都不需要跟他們在言語上 有個衝突在 你要做好你自己 努力地 當見他不到 時運高 他們罵你嗎? 聽不到 也都不會因為他們罵你 而搞到自己不開心 因為你會記住一件事 你的時間不是太多 要珍惜你的生命 不要聽那麼多 不要聽或者令你不開心的說話 因為你不是垃圾桶 你也不是錄音機 這個世界上 除了一生和死之外 其他來講 是小事來的 你想想是不是? 因為我們要降臨在這個世界上 唯一一個目的 是要對我們自己本身很好 要好好地生活下去 亦都要好好地生活給自己看 以及給你愛你的人看 無關痛癢的人 不需要理他 因為很坦白 你不是為別人而生存 你是為你自己和愛你的人生存 你是為你自己和愛你的人生存 好了 我已經講完了 其實不是很多 這些很勵志的說話 但其實裡面 講來講去就是 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 甜酸苦難 每樣都齊 但你如何去看這幾樣東西? 開心也是這樣看 不開心也是這樣看 但如果你開心去看 甜酸苦難 就是另一回事 你就可能會覺得 是一種味道 但如果你不開心這樣看 甜酸苦難 真是很酸、很苦、很辣 但不要管 最重要是我們的題目 就是 愛自己最好的方式 就是讓每一天 自己開開心心去過 因為我們不知道有沒有明天的存在 但又這樣講一件事 我都說抱著這個心是很難的 唯有每天起床 拆牙洗臉的時候 跟發鏡說 我今天很美 我今天很英俊 我今天很好的 好運會跟著我的 行行行 我要很努力地過今天 要令自己開心 然後你就出門口 吸引力法則 你自然走出門口 都會融光煥化 給人一種好像重生的感覺 是人見到你都開心 如果你開心的話 但我會給你一個彩蛋 就是什麼呢? 有時候看的東西 不要看得那麼緊 放開一點看 跟很細緻很緊的看 感覺是不同的 還是說那句 最重要是每天要笑 其實我都值得沒有跟你們說 我做這個Youtube頻道 其實為什麼會做呢? 我是有私心的 我很久都沒有在街上 聽到有人笑 以前的香港不是這樣的 我希望鼓勵多些人 開心 還有笑多些 在街上再聽到些 哈哈哈哈哈哈 開開心心的笑聲 好了 今天這個故事 或者這些文章 不知道你行不行 但我很希望 我很希望 聽完之後 和自己笑一笑 是送給自己的 好了 如果你覺得這些說話 或者是文字 是幫到你朋友的 記得幫我去Youtube頻道 去找這個香港人 正能量 例子故事 然後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訂閱 因為你每一次的按一下訂閱 就是推動我去 努力去做 不要休息 因為 所有讀給你們聽 講給你們聽的故事 除了鼓勵你之外 還是鼓勵我的 好了 多謝你了 記得幫我訂閱 拜拜